好,不是圍缸喔 Hemmy body,圍缸 圍缸喔 好,所以呢 剛剛下課的時間有個同學講的 濕度劑有兩種 第一種叫做毛髮濕度劑 因為毛髮它對濕度敏感 你越濕的時候毛髮變長 乾一點毛髮變短 第二種是剛才我們說到一個 叫做乾溪球溫度劑 什麼是乾溪球溫度劑 這個溫度劑 由於用一個一直按摩 這個溫度劑 這是一個溫度劑 兩個溫度劑 這個溫度劑 要用一個溫度劑 它會用一個 綿杉沙包起來 那棉沙呢 它會泡到一個水裡面去 所以棉沙會吸水 吸算 所以這上表面有水 表面有水的情況之下呢 它會把這個用個罩子圍起來 罩子圍起來的屋底呢 就跟我們剛剛講說 那個防寒害 防寒害的很重要叫什麼 防風 對 什麼叫防風 我把風當起來 為什麼不要讓風吹 因為風吹太快會影響它的乾燥 會很冷對不對 所以它把風當起來 所以現在沒有風的影響情況之下呢 好 現在可以考慮了 這個有水跟這個沒有水的什麼差別 有水跟沒有水的什麼差別 看一下 它是溫度計 這是溫度計 所以這邊有更換 對不對 假設這邊是25度C 25度C 假設現在是25度C 乾球溫度計會顯示在25度 對不對 對 那石球溫度計會在比25度高比25度低 低 為什麼比較低 對 低 為什麼低 因為水會降溫 水會降溫嗎 這個水會降溫的溫度嗎 水把溫度給浸 水把蒸發的時候會 水蒸發的時候會帶走 對不對 水蒸發之後會帶走 所以這邊會比25度低 然後算這個差距 那水什麼時候會蒸發 水蒸發 到達那個溫度點的時候 所以當溫度很低 很高的時候 當環境的溫度很高的時候 會不會蒸發 不會 所以當你看到這邊是25度C的時候 請問溫度多大 25度也會高 錯 錯 錯 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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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是高 我們這個講溫度很高 就跟縫高來講 什麼 像一年一樣 像一年一樣 錯 78不會是最高 一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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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百 所以說當溫度是20度C的時候 可以像約略為一百八 就是這樣 好嗎 對 好嗎 那你說濕度很低 因為它濕度很低 跟它蒸發很快 蒸發很快會降溫 所以它可能是24度C 或者是23度C 它會掉下來 所以它後面有一個對照表 通常在這個度別的溫度C 旁邊會有一個對照表 後面有一個對照表 可是差距是多少 對 我在25度C的時候如果差2度的時候 濕度是多少 差1度的時候濕度是多少 差3度的時候濕度是多少 我在24度C的時候 差2度的時候濕度是多少 差1度的時候濕度是多少 所以一個對照表 這樣可以估算當下的濕度 這也是連續式的濕度C 同意思嗎 所以你可以看 欸 當這兩邊溫度都一樣的時候 表示什麼 確定100% 確定100% 但是有可能還有問題喔 你要確定它100% 還是確定一件事情 確定什麼問題 差不多解冰 這種濕度C 通常不會在0度以下做 因為0度以下 冰又 所以就結冰了嘛 結冰就不能 太能用了嗎 什麼問題 都是25度C 濕度不見的是100% 為什麼 確定水溫很多 水到自己有溫度 什麼 水到自己有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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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論上這邊是25度C的時候 這水是25度C 水會平衡溫度嗎 喔 溫度點它是25度C 但是不是這個問題喔 就算這個水是20度C 它假設濕度不是100% 濕度是70%的話 這溫度就會掉下一點 因為水會蒸發 蒸發假設它就會掉下一點 可是你現在看到的是 兩邊溫度都是20度C 但是濕度你知道沒有到100% 為什麼 這是乾濕球溫度地 最想遇到的問題 是什麼問題 因為發現 度點所以在乾的上面還是有水 以前是度點 度點就是100%啊 沒有 我應該說 左邊那個它上面也有一點水滴 對 左邊上面也有一點水滴 那邊也有一點水滴 沾水 那它也有一點水滴在上面 嗯 我剛剛講了嘛 現在乾度很乾啊 現在濕度不是100%啊 所以它挺成潔度 哦 老實講 現在濕度可能 就我感覺可能是70%或60% 可是我看到兩邊 但是這樣溫度是一樣 為什麼 來 猜到它加兩點 兩大兩大 兩槽點啦 每次要求說 我給它兩大點下神 就加了 你說這樣 對 就這樣 刮沙利一點 我覺得非常失望 好 那個洛杰點打對方 加一條理 阿沙利囉 來 猜一看猜一看 這種小題目猜一看 你說為什麼它明明就有時候 它就沒有反應 明明濕度就不高 濕度不高 濕度不高 可是結果他們的濕度 他們的濕度是一樣的 我們知道了嗎 如果濕度不高 理論上 它會濕度比較低對不對 可是濕度是一樣 為什麼 是不是說 它用一個盒子 什麼 它是用 它那個洛杜基 就是造一個盒子 它就是這樣 放著嘛 它定在一個板上啊 我們說那個洛杜基 是不是有放著盒子 放著盒子 就是看 看那個固片 那個洛杜基 是外面造一個 一個東西 它這邊有造一個網子 對 對啊 那網子 其實會讓水下 跟其他沒有辦法 燃掉 所以網子 是網子嗎 網子是樓 它是擋風 沒有擋風氣 它是擋風 也沒有擋水氣 那這種 這種溫度力 經常會發生的一個狀況 就是 我看到它 溫度竟然是一樣 可是 我知道很乾啊 那為什麼溫度是一樣的 你要換 所有的東西 來 再拆一下 你們一定知道的 這次 我一定知道的 兩隻溫度力是一樣的 我們應該知道的位置不一樣 知道的位置 知道的位置 那幫我們可以 來 來 直動 最後希望 是 the last poke 有沒有提示 什麼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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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示後一點了 我們在想一下 我們在想一下 提示就是 人為的舒適 對 因為你手去我 不是 為什麼 人為舒適 那位是不是 我們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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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玩之後也換水 我先去 那哪 冷地的那種水吧 下方那種水 他極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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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極致不太一樣 我跟你講 就算冷氣有準喔 降冷氣室裡面 只要在溼度變高 他極致不一樣 但溼度是低的 他就掉下來 太冷氣不會影響 那極致 來 來 極致加油 水沒有吸好 什麼 水沒有吸好 水沒有吸好 沒有一直 供應新的水可以掉下來 OK 這是最主要的問題 因為他乾溼球溫度器 一定要測溼度 那他一個前提是 這邊要有水 很多人這邊水已經乾了 也沒去加水 然後每個人 喔 乾溼球溫度器 10度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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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力檢查到 你們沒有水 那這邊如果沒有水的話 什麼要是乾溼球溫度器 有什麼作用 沒有 就沒有作用 因為這沒有溼嘛 沒有溼就不會散熱啊 這個溫度跟他 這個溫度是一樣 真的很容易發生問題 很容易發生喔 經常會發生 因為是人會舒適 是人會舒適啊 因為是人會舒適啊 他幫他加油 我幫他加油 那因為我提示他生 你有提示他嗎 有啊 你提示他什麼 我其實是說 提示他什麼 也是 突然想說他 所以他幫你加兩點半 因為你剛有一個半秒 他就不滿了 欸欸欸 終於是 還是快一點 沒有啊 反而是加兩點 但是他之前不知道怎麼回事 只有半秒的話 不滿 喔 差喔 所以他給他兩點半 他就知道 直接不半點 好 你剛剛直接給他一點半 都給他兩點半嗎 都要一點半 你來講 為什麼 沒關係 我才講說 為什麼他看似伏器的時候 他那個 他右邊那個溫度器 下面他人來發接觸 接觸水 因為他沒有接觸水 他只能可以看似他溫度 對 他就會同溫啊 如果他直接沒有那個 但他直接沒有下面那個 那個那個 放水 放水 那個那個燒 燒水杯之類的 當然他可以看這個溫度 我很怕他還是要多 一個燒水 他要讓他 要讓他有水啊 他要測濕度 他要測濕度 我會說 我會說 他 知道 像那個 那個 那個杯子 那個杯子 他來都是有放一些水 那上面嗎 可是我說 其實他沒有放一些杯水 所以他來身體有些水 其實會附著在這個 沒有啊 沒有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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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在那邊水 放在那裡 類似那種材質啊 所以有那材質會附著水啊 我那種材質 用比較的吸水 那種材質 那個水是 水氣耶 那個影響太強 沒有 沒有 那要水 因為水在蒸發的 他帶著熱 所以旁邊是靠 水蒸發帶著熱 你是靠他是吸附水 很困難喔 那量太少 量太少 而且他比較吸附的 基本上吸附的水會蒸發 也不會容易蒸發 所以 沒有辦法這樣 所以 你就讓他吸水 吸水之後去蒸發他 好 接下來呢 大致上我們知道 地面觀測就是適合這幾個東西 風向 風速 溫度 濕度 然後就適合這幾個東西 就是地面的觀測站 那通常你只有一個觀測站上面有用的 你只能知道這個局部的區域 因為假設啦 你在我們家樓上 我們在學屋頂樓上 有氣氧觀測站 我們發現濕度慢慢變高 溫度慢慢稍微下降 你可以預測等一下會下雨 可以 就有可能會下雨 就有可能會下雨 但我們只能有可能會下雨 可是如果說我們在整個區域 布設了很多這種氣氧觀測站 你把氣氧觀測收集起來 有圈喔 我甚至可以發現什麼 我可以發現氣管的邊緣喔 你可以發現 欸 這幾個氣氧觀測站 同時間進度出來下降 表示這邊有個氣氧靠近過來 而且風向是從那邊吹過來的 所以可以吹出來 這邊有個氣氧靠過來這邊 對 更可以清楚 預測它的趨勢 然後你可以觀察 10點的時候這邊的降溫了 11點的時候這邊降溫了 這個距離假設是10公里 就可以說那10公里以後 這邊應該會降溫 你就更清楚去預測 對不對 所以氣氧觀測站只是一個點 如果把所有點的數據收集起來 你就更清楚預測可能天氣的變化 可是這只是還是地面上的預測 我們接下來就發現 我們現在就有更多的設備 可以打到天空去了 像什麼 雷達 雷達打到天空去 有來個氣氧雷達 但氣氧雷達不大 如果是氣氧雷達 氣氧雷達是這樣的 氣氧雷達是我們從這個點 發訊號出去 它可以雲 碰撞 再彈回來 去觀察雲的變化 但這還是局部的 只是讓觀察放得遠一點 那如果再遠一點的範圍 一個是衛星 還有一個氣球 飛機也有 但飛機通常是比較 通常不會一直派飛機上去檢查 為什麼 很酷 一個成本很高 而且 那什麼時候會派飛機上去做氣象觀察 有閒錢的車 這是閒錢的車 有測試需求 有測試需求 什麼時候會有測試需求 有測試需求 有哪個照 誒 你先飛飛上去看看 天氣好不好 沒有中好 你講這是一個 事實上是這樣沒有錯 像他們 美國永遠可能叫做YouTube的飛機 他們也有做氣象觀察 他就準備打散的時候 我這邊放大機過去的時候 他會有一個 那個 這叫針照機 針照機會先上去 去針照附近的狀況 做地面狀況再來氣象狀況 然後讓你後面的飛機 可以比較清楚的一公尺對吧 這是有的 那還有一段狀況就是說 譬如說像刻住的氣候 譬如講說我們現在突然有個 強烈氣團過來 所以上去看一下發生什麼事 上去看一下它裡面的一些現象 有可能濕度是 風向啊 風速啊 它裡面的氣候是有可能的 是有可能的 是有可能的 我們可以觀察到一些特殊現象 它應該比較近 那另外一個就是衛星嘛 衛星就打進去天空 氣象衛星一直看 氣地上的一個狀況 那氣象衛星可以看什麼 暈塵 暈塵喔 專門暈塵變化 暈塵還有人 暈塵還有人 暈塵 暈塵還有人看什麼 還有人 衛星可以看什麼 衛星可以看什麼 看陽流 衛星可以看陽流 怎麼看陽流 比較暈倒 衛星有沒有看陽流 衛星怎麼看陽流 衛星有沒有看陽流 衛星可以測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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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怎麼看陽流 不是 可能是 外流或是含流 然後 水 你可以看到它温度变化,但是你可以看到它流动吗? 我也喜欢看它流动,什么看它流动? 不然它有一定时间的变化 它可能这一块就是从这边它有变低,变低,变低 你要温度变低吗? 对啊 可是你像洋流的温度,它有变化 对,温度为什么有变化? 你想想说,我这边出来冰块丢到水面去,所以水流过去 你可以看到,哦,这边温度变低了 或一秒钟就温度变低了 或一秒钟就温度变低了 你可以看到它冰块重温流过来 可是洋流基本上,它已经稳定了 所以它基本上这边温度假设是10度 这边可能是9度 它这个温度10度,9度,10度,9度 一直是这样的,这是一个稳定的洋流在流动 它并不会说,我洋流重温流流过来 就看到这个10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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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度 不会这样很好,它是一度稳定的洋流 所以你不能从温度去看到洋流的流动 但是卫星可以看到,可以看到温度变化很错 所以我们卫星在称之下有称之下,云的温度 地面的温度,海的温度 所以从卫星上可以看到,譬如说像 未来会讲到像声音现象啊,反声音现象 就可以到卫星来观察 因为它可以大局部的,大范围的 大范围的观测,整个地球变化 那比如说像温室效应 它也可以就观测 像譬如说,脱氧层变化,卫星也有观测 OK,好,好 我们接下来看下一页 气象预告 气象预告就是我刚刚讲的啊 你可以看到这个整个趋势嘛 然后湿度的变化的趋势 温度变化的趋势 还有这个整个观测站 同步变化的趋势 就可以预测到气象的变化 会不会下雨 我们就要观想,关键是会不会下雨 像国外,它有一个重要的是 当下雨,人觉得湿度湿 还没什么关系 可是湿的时候湿的痛苦 痛到什么情况 热 湿的痛苦是热,热是闷热 那海在冬天湿的湿的痛苦 黏黏 冬天主要不是黏黏 冬天会湿的那种寒风刺骨 那什么情况 冷 通常还有风 通常是应该还有风 所以在英文中叫chili chili 有没有chili,你们听过吗 chili chili 很冷,冷到那种寒风似乎 那叫chili chili chili 那这种情况之下就是 因为有风来吹 所以市场会觉得舒适的程度 其实有三个指标 一个是湿度 一个是湿度 还有一个 风 我们慢慢讲,风的音响 所以有风来吹 通常会觉得比较冷 是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风在这边也会比较冷 我们刚刚解释过了 把身上全带走 而且很快带走 所以它降温降很快 降温降很快 我曾经有一次骑摩车 那时候冬天 而且下雨 我手上有戴个卡西托的手表 那卡西托手表上面固度紧 我骑得很快 因为那时候感觉 从我们那时候 我在这边上班 但是我们有分工床在这边 分 就是我的同步那边 7 我下车一看 我的手表10度 看看 1度 -4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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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那时候 真的气温是10度 就是气温是10度 可是我骑得很快的关系 风上吹过去 而且有下雨 风上吹过去 不会起喔 -4度 好冷喔 那个手 我没法结冰啦 但是那个温度 竟然温升到 -4度 它冷很冷 那手都硬喔 就是这样僵硬 很难过 对 所以我们讲说 人体舒适度 那舒适度 什么情况下 会觉得舒适 你觉得 凉凉 好干燥 干燥 我其实有个朋友 他住在那个 猩慈 双枕 双椅 双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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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枕 双枕 我忘记了 它在5大葡旁边 美国的5大葡旁边 陈北の5大葡旁边 7の枝 南到5大葡旁边 美国的 외に 南到5大葡旁边 中国 così 美国 has 南到5大葡 美国有 5大葡在美国跟 tú刚才 中间 喔 有档草 對不對 什麼蘇比列湖啦 密西哥恩湖啦 修倫湖啦 安達六湖啦 伊利湖 這上面都行 伊利湖 你可是它趕來趕快的 它住的位置好像比較靠近那個什麼 那叫做迷尼阿布里斯 可以不要找 迷尼阿布里斯 它那個 我上次去找它的時候 我剛下飛機 它帶我去那車子 你坐在車子裡面看 它車上有溫度計 總教室都是溫度計啊 負21度 負21度 很冷 真的很冷 然後那個 我們就在車裡面講話講話 然後再來去示範 那下車 因為我們人在車裡面活動 所以又有呼吸 又有一些濕氣對不對 我要這個門打開 要下車門打開 我就看到窗戶喔 你就跟喜德一樣 那個冰就這樣結過來 你看到冰是這樣子 因為門打開之後 它外面很冷對不對 冷空氣靠近 窗戶有水氣 馬上就結冰了 那個就變冰花 很漂亮啊 很漂亮 就這樣白色的一片燈過去 我想 哇 這種事情 這樣你真的可以看到 這個剛好那時候看那個明天過後有沒有 明天看到冰是怎樣 喔 所以這樣動過去 對啊 就這樣動過去啊 就往來就這樣動過去 所以如果你們兩個在車門的東西打開 然後它會嘶 也沒有那麼冷啦 就是你其實 其實你覺得很冷喔 是空氣冷 可是像我們那時候 有一次上帶我打眼花球 你知道穿什麼 就裡面穿上款袖的 外面照一件那個外套路上穿出去啊 我們走很遠 走大概兩三百公尺 那我有沒有覺得這邊 很遠嗎 我們有沒有覺得這邊 很遠嗎 兩三百公尺如果在那個地方 事實上如果一直吹那麼冷的公司 會不會那麼冷啊 但是我覺得那兩三百公尺 就要兩沒有硬啦 就是 你基本上你空氣 空氣乾燥 你只要擋住 不要有風吹到你 你都不會覺得太冷 所以一定要穿一件 厚的 擋空的外套 事實上通常不會覺得太冷 就夠了 GOTEX 對 不要叫GOTEX 我那時候穿了三件 我們需要留下的外套 還好 普通啦 普通 三萬塊而已啊 沒有沒有沒有 就大概一千塊左右吧 所以人體舒適度是讓你覺得舒適 我講那個地方是因為 我後來有同理跟他說 我說你們這麼冷怎麼受得了 他說你知道嗎 這個地方是全世界人家票選啊 最適合人住的地方 我說這麼冷啊 他其實因為他們氣候乾燥 雖然冷一點 但是氣候乾燥 他們到春天的時候會很舒服 夏天都會很舒服 非常舒服 所以說 真的冷不是太大問題啦 就是有沒有濕冷 特別是風太大 這才是問題 如果沒有風太大 也沒有很濕 通常會覺得氣候會覺得很舒服 不要一曲別都曲別乾燥 如果覺得是乾燥的話 就覺得舒服了 夏天都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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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之前 我每次早上離開宿舍的時候 自己都會打開 然後那個 回去的時候 美感 就覺得很舒服的耶 乾空氣就覺得涼涼了 所以要保持濕度 要保持乾燥 保持乾燥就覺得舒服 而且 身體濕度低喔 不要容易生病 因為主要是美菌的問題 你不容易滋生美菌啊 不容易滋生一些細菌 太乾燥的時候 那個細菌進入休眠喔 它就不會活動 所以乾燥事實上對人比較健康喔 好 接下來 接下來 我們就要講 這什麼 這也是閱讀龍泉風的 龍泉風有誰看過龍泉風 真的喔 真的嗎 新聞上看到 新聞上看到 你也是新聞上 我媽有看過 在那個新店那一次 我那天 看到那個新聞上真的是 人家就是剛好想拍到吧 它可能騎著那個 那個什麼 欸 那是什麼 開車記錄去 新的記錄去拍到 那你拍到那個也是 看到它前面那部車被龍泉風 龍泉風 龍泉風風很像過去 那車子真的被轉向了 整個車被抬起來 然後轉向了 裡面有人啊 裡面有人啊 台灣啊 台灣啊 我就覺得這太誇張了 整個我沒有看過這種 看過電影 但你會覺得電影應該蠻假的 可是 蠻假的 可是看到這個影像就覺得喔 原來電影拍的可能是真的 就是它 就台灣欸 台灣沒有什麼龍泉風 吉地西洋 吉地西洋你經過的時候 他就會有一個被向上吸的力量帶起來 所以像上次我看過第一部那個龍泉宮的電影的時候 他講說 當古籍的龍泉宮發生的時候 他們會基本上躲到地下裡面去 會躲到地下裡面去 那那部電影他研究龍泉宮是因為 那個女主角的爸爸在小時候他不是 他拉住一個鐵門嗎 拉拉拉拉 鐵門被吸出去 他跟著就被鐵門吸出去了 對 那個有點疑犯 對 是 那當時人被捲進龍泉宮裏面之後 對 你被救了 他先不見 他先不見睡覺撞到的 失去醫療之後 他就爬到包圈然後失去醫療 你覺得呢 我先不見睡覺撞到的 我先不見睡覺撞到的 我同意你的答案 我問應該會不會 先不見睡覺撞到失去醫療 然後撞到包圈 然後再走很多缺 反正 重點是 你被吸上去 你就擺好你這杯你最帥的 都被撞到的 撞到的 我覺得 我覺得 那個 第一個問了一個 我也沒有答案的問題 那我相信這個問題很少人的答案 就是 有人被捲到居然活著下來 我們真的沒有 可能沒有人 沒有人做觀測 就是去觀測到這個現象 去記錄這個現象 有時候 全世界第一人 上去再下來 什麼 沒有地震模擬器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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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要做一個 龍槌空模擬器 沒有人做 我整個 沒人做 無人做 沒人做 沒人做 無人做 模擬器 他也不敢玩到太長 他也就丁個 小龍槌空 你這是體驗一下 那感覺 龍槌空 你們有看過在哪邊看過 沒有 他就比較暗 兩隻 還蠻不太長 那個可以做 那可以 我看過一個龍槌空在 在舊金山康 如果去舊金山館的話 记得这里有个叫做探索博物馆 非常好玩 非常好 他不是他盖 前多少年盖一个很大的 我不知道你讲什么 Ecademic Overcome 应该不是 他名字在Explotarium 他是不是在Gitalov大潮 没有 你说金门大潮 对 他离金门大潮蛮近的 那一个我没去活 他那个博物馆很大 我跟我太太进去过两次 第一次去的 因为我们有买个套票 那买个套票他就是有帮那个博物馆 可以进去 所以就帮你去吧 没有没有 那时候我们就大人去 然后 我就是第二次去美国读书的时候 去然后我要离开美国之前 就请我到他一起 我去美国玩 那我就不用再花心叫过去 所以我太太去美国 在我那边跟我三天 大概快两个礼拜 然后我们再一起做飞机馆 那我们去那个博物馆 玩继续 用那个套票码 进去玩 第一次去玩 我们就玩完整的 就晚上7点 17点 晚上5点修完 我们出来 还没看完 打一个博物馆 然后 然后我们就绝对再去一次 那我们就绝对再去一次 第二次再去一次 刚好遇到那一件事 他们每个礼拜 每个月会开放一天免费 免费式 就是会开放学生进去参观 不用钱这样 那我们刚刚遇到那个免费式 所以我们进去参观也不用钱 要不然他门档是三四个块 货便宜 货便宜 你觉得台并吗 不是 科教股都不能有这种便宜的 那 但是 不是45个而已 但是科教股很烂 对啊 科教股超烂的 对 在那边呢 我看到他博物馆的东西 基本上每个东西都可以操作 而且是一直在维修 你可以看到 科教股的东西是没有在维修 那不是人的 不会动 不会动 爛在那边 不然就是他说你贴那个什么 维修厂 那那边 我在那口馆看到的是 他们旁边有个修理室 那修理室用玻璃的装装 所以你可以直接看到里面的人 一直在维修 在制作新的东西也在维修 那很多东西基本上都可以操作 蛮酷的 所以你操作他 就在旁边观察 跟学习 我觉得很有趣 看了两边都没有看完 前面都有 对 看了两边有 然后我觉得东西还蛮值得去看 所以如果没有去的话 可以去逛一逛 那个 那个 探索搜索 我觉得蛮值得去 那其中有个地方 它就是 它就是 它是隆选沟 它怎么做 它里面有个通道 那就是一个门 旁边就是玻璃嘛 那中间它有一些蒸箱 这样冒出来 那你就等你走进去 它地上有个箭头 就变成箭头这样走 然后呢 走一圈 走一圈 但是就一个入口 一个出口 譬如这样子 从那边进去 对不对 然后 它可能这样走一圈 从那边出来 可以这样 就是你让你进去 这中间在冒生气 对不对 你这样进去走一圈出来 蛤 走一圈出来 这样就在旁边看 就每个人就 就继续走一下 每个人就继续走一下 走一走 那个洞穴木就出来 就出现了 就出来 咻 那为什么要走一圈 因为走进去的时候呢 你可以知道那个汽流 你走进去的时候 可以知道汽流 所以当那汽流行程的时候呢 在这样的 条件很适合 洞穴木是怎么 怎么被冲到不了 当然它有个地方 它的屋里应该是抽风 但那抽风不是很强的抽风 是有点难抽风 可是平常在抽风 的东西都不会出来 所以一定要忍进去 这样走一下 当那个旋转 旋转气流行动 旋转跟上升的风 对 同时出现的时候 它整个东西就不然 就突然出现 就可能要那种 就出现了 那会不会吸上去 那东西包很小 万一上升气流很小 你应该要丢那种 一百块 请不及 一百块 谢谢你啊 一百块 车小费啊 不值得啦 那个小费太夸张了 我曾经有个学生在 人文上在想做 这样的东西 我们就讨论一下 我们用个塑胶板 要这么大一个塑胶板 做一个圆形的 然后在上面弄个小的 那个就是抽风 抽风机 就是那个 变常的抽风机 然后 我们提起来挖洞 然后弄一些烟 会有融捲风 我看它我们的东西 还蛮有趣的 我们只要已经够有经费 然后买很多人 一定是什么 就可以做过 这都是大的龙蛎 对 我要做龙蛎 哦 火龙蛎 可以啊 没有啊 基本每个房间都有几台啊 把他搬来啊 靠着保住啊 龙蛎你帮我们看看 黄镜有三台 啊 像啦 这些就可能可以做了 对 对 嗯 所以你们 要插洞 嗯 嗯 插洞 就直立的 有两百直立的啊 因为你 点起来的时候 他就这样 反正的实现的钥匙 不够点燃啊 那不然 那不然 如果弄起来 就很强 一放到这个 龙蛎风 气体的风 你就把火轨 就把火轨 用它那种火 本身也要很强 对 你只用Zipo 我就滚了 我们来研究一下 有这样的一个端片 我们来做看看 流汪粉 不用啦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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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你要有一个上升气流 上升气流还是一样可以 在上面有什么地方在吸嘛 小地方在吸就可以 就有上升气流啦 然后你旁边再加几个小风套 乱风可以 这样旋转就可以了 我觉得有机会可以做 有机器可以来研究一下 好 接着我们就进入 最后一个单元 第一科的最后一个单元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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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